近日,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研究报告,2017-2018年正式发布,报告以2017年8月22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,活跃度及影响力较高的影视明星为评价对象, 现场获得了影视明星社会责任,评价数据前10名分别是徐征78.08分,王俊凯75.89分,一眼千玺75.28分,张艺兴65.55分,王源64.17分,周迅62.95分,李晨61.80分,林振玲61.49分,杨阳61.11分,关晓彤54.90分, TF Voice组合可以说是名列前茅,三个人都记了前五名,报告的评选方式,系考查了作品的质量,以及公益情怀,还有守法的意识,我关注到了几个点,首先是近期已经沉寂下去的李晨以及范冰冰这一对,很有意思的是,李晨是及格的九人之一,而范冰冰的得分为零,电了底,而见笑达人古天乐却仅位于65名,仅仅得了19分, 这就引起了网友热议,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,热衷慈善从来没有负面新闻,而古天乐仅仅得了19分,100人中排在了65名,古天乐大家一直都觉得,是一位帅气的演员,而忘掉了古天乐的公益精神,他从不炒作,他热爱公益,是真的想做公益,他关注教育,关注孩子们的学习问题, 所以这次这样的排名,得到了众多网友吐槽,我并不关心这个里面的排名,人者见人,智者见智,能有这样有影响的机构,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发新著书力说,对明星一族,也是良好的鞭策和监督,是一个良好的开端,但我认为,以后这样的排名,要慎重,现在动不动就是排名,首先,排名的依据是什么? 第二,这个排队是让我们学习他们,那么,他们有什么事迹,值得我们学习的,他们哪些方面做得好,我们都愿意向好的学习,这个排名只有名单,没有事迹,怎么能让人信服,以后随便都可以挂个头衔,进行排名了,看看评论热评,看得出来这一份报告,已经变得毫无意义,毫无价值,具体的评分标准,怎么采样,怎么筛选,有何公式,时效如何,这些全都没有, 若是说有,那么唯一的价值目的,可以等价于炒作,至于榜单本身,草点多的数不过来,诸如古天乐,韩红,刘德华这样默默奉献捐款捐付,却得了个社会责任不及格的分数,真是天大的笑话,再者,社会责任输出本来就应是排列明星地位的一个参考因素,毕竟他们的影响力,已经到了必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地步,现在真的是对明星太宽容了, 一切为批房,粉丝量,收视率论,能带来钱的都是大眼